亲耳听到的话 一天早晨,兔子跑到狮子面前告状 带王,猫说我喜欢骂人,所以嘴巴才会裂成了三板 狮子看着气红了眼的兔子问 猫当面这样骂你吗? 兔子摇摇头说 是老鼠告诉我的,这是老鼠亲耳听到的 狮子不再说什么 晚上,狮子把动物们都叫来 要大家围成一个圈,玩传悄悄话的游戏 游戏开始了,狮子把要传的话告诉了兔子 兔子悄悄的对黄鼠狼说 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把狗咬死了 黄鼠狮悄悄悄悄悄悄的对松鼠说 昨天晚上,兔子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松鼠悄悄地对刺猬说 昨天晚上,兔子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刺猬悄悄地对小猴说 昨天晚上,兔子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小猴子把这句话悄悄地传给小猪, 小猪又悄悄地把话传给黄牛, 黄牛再悄悄地把话传给毛驴。 最后,毛驴悄悄地对兔子说 昨天晚上,做梦的兔子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兔子大吃一惊,从此,兔子再也不相信那些轻耳听到的话了。 不要轻易地相信那些所谓轻耳听到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